大家好,我是陈林骁,今天欧洲行的第五战,弗雷迪范希歌手 我们今年引进了天价格,KBDB大中距离歌王亚军 主要就是为了和弗雷迪范希的雷尼合作与众 这真的是一语神奇的歌词 弗雷迪范希的成绩不用赘述 真的是在比利时长距离赛场上无人能敌 而且呢,他历年的全国冠军,KBDB不同组别的歌王冠军从不出售 而且即使天价也撼动不了他们的内心 所以呢,中介还有主播基本都不会到这边来去报道和采访 因为所有的超级歌基本都不会卖 但是真正热爱歌词一定要不断的去学习 不断的开阔自己的眼界,打开我们自己的认知 今天就跟着我们的视频一起走进弗雷迪范希 这座比利时瑰宝级的歌手 看看他世界级的超级战将 看看这就是比利时弗雷迪范希的赛鹏歌手 总歌在那边,后花园并不大,但是非常的津津有条 很漂亮,每年在不同的季节,除了冬天之外 都有不同的鲜花盛开,非常的漂亮 在这边等歌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而且今天是威尔森全国诱歌大赛 弗雷迪范希的表现又是相当的出彩 因为威尔森的前卫鸽子都已经归巢了 弗雷迪去鸽水先给鸽子弄点水喝 我们在外边看看 这些归巢的赛场也非常的安静 好,我们今天特别要求弗雷迪带我去参观他下的赛鹏 今天特别要求弗雷迪带我去参观他下的赛鹏 今天特别要求弗雷迪去参观我去你的赛鹏 对 对 他说好,走吧 是争取了很久 所以我们现在去赛鹏的赛鹏 现在我们现在去赛鹏 我们今天要赛鹏 好,我们现在去赛鹏 而且今天的这些鸽子缸是从威尔森全国赛归潮的鸽子 OK You are really a magic man for racing Unbelievable 我说弗雷迪范西我给你起了外号 Your nickname is magic man Yeah 我说我给你起了外号叫鸽神 OK So that's the racing love from the young pigeons We have four compartments there 在澎大总共有四间 因为幼哥的年龄也有不同 比如说二十四年座役的有的是三月份的 有的是五月份的 他根据年龄把这个鸽子放在不同的这个隔间里面 But now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the racing 但是呢现在已经到了比赛的中继了 就是幼哥赛 And all them are together now 现在所有的幼哥呢都混在一起 因为在比赛之前呢 根据年龄不同放在不同的隔段里面 不同的单间里面 OK Clear 棚里面 For the loft there is a big avria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边 赛棚 幼哥赛棚里面啊 幼哥有很大的空间啊 今天威尔森全国赛 刚刚正在陆续的归巢 当然前卫鸽子已经都回来了啊 他才敢带我去看 啊 啊 刚刚弗雷迪泛西的鸽蛇 Oh my gosh It's dirty But there are so many miracle birds Fried from here 看到没 这是弗雷迪泛西的赛棚 我想没有几个人看到过啊 然后呢 这里诞生了无数的KBDB歌王 他也是世界上拥有KBDB 不同组别歌王 而且是自己识相的 绝对是第一人啊 可以看到 这是威尔森 又哥 龟朝的歌子 这都是今年的又哥啊 非常非常的简单 平淡无期 Love is just very common But you breathe miracles here Yeah Year in and year out Yeah 我说弗雷迪泛西 真的这个棚里面太普通了 而且你在这个棚里面 创造了太多的奇迹 年复一年 So that's a very strange thing Because it's very dirty here 但很奇怪的是 你可以看到 我这个棚啊 有多么脏 Yeah I don't like that 他说我也不喜欢 这样脏的鸽棚 But the birds like that And they make fantastic magic results in this dirtness So OK 他说我也不喜欢 这种脏兮兮的鸽舍 但是鸽子喜欢 所以鸽子在这里面 可以飞出好成绩 可以创造奇迹 今天跟弗雷迪 看到这样的鸽舍 参观他的赛鸽舍 觉得太有趣了 So today it's very honor to visit your racing loft Someone visited your racing loft before Chinese Fansiers You are one of the first 他说我是真的 其中的第一位 来能看到他的 这个赛棚的 Miracle Very dirty and a common loft But miracles again and again 就在这个赛棚里面 平淡武器 太脏了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 这样的鸽舍 但是创造了太多的神奇 So 我们问一下 雷尼是不是在这个鸽舍里面 飞出来的 So really also raised from here It's not raised from here No That's the loft of the young bird I mean as a young bird Really Yeah Yeah 雷尼曾经在幼哥的时期 曾经也是在这边 打过比赛 OK 很特别 今年的幼哥 部分都是从威尔森全国赛 刚刚归床的 弗雷迪范西跟我们分享了 一个非常特别的宝贵的秘密 就是鸽子 喜欢这个脏的鸽舍 他在这个脏的鸽舍里面 容易飞出好的成绩 OK Thank you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 看到了弗雷迪范西的赛棚 他给我们透露了秘密 鸽子 喜欢这种干燥 且脏的鸽舍 而且鸽子更容易 飞出超级的成绩 OK 今天非常特别 看到了弗雷迪范西的赛棚 非常有趣 又鸽赛棚 I hope you could share more knowledge to Chinese fancius 我希望弗雷迪范西 可以给通国歌 分享更多的养歌知识 Follow us 关注我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到了弗雷迪范西 拿着他的七个 雷尼KBB长距离成歌组的 歌王冠军 让弗雷迪给大家全面的讲解一下 超级的战将 So this is Rene 这就是雷尼本尊 Now our favorite bird 现今是弗雷迪范西 最爱的超级战将 Because he won the first national ace pigeon KBDB long distance 因为这与雷尼帮他荣获了 KBDB长距离成歌组的歌王冠军 And last but not least He won as his last result His last flight The first national on Suyak And最重要的是 他在最后的一场比赛 融赢了苏雅克全国赛 最高分数 而且领先亚军几分钟 So last year He was also national ace pigeon All round That's sprint Middle distance And long distance 雷尼娜在去年一岁哥的时候 他就赢得了全能歌王的高位入赏 这就意味着他在速度赛 大中距离和中距离赛时 都拿到了高位入赏 And as a young bird He make also some spectular results 作为右哥的时候 雷尼娜就表现得非常的出彩 So here's from 2022 这与熊哥呢 雷尼娜出生于2022年 So he was a little bit special as a young pigeon Special as a yearling And hot special as a two-yearling OK 雷尼娜在右哥和一岁哥 都是非常的出彩 但是到了两岁龄的时候 他表现得神乎其身 Like we said here in Europe He's like the wine How older how better 弗雷迪说 雷尼就如同一瓶家酿 越成越香 我们现在要弗雷迪给大家讲一下雷尼的血统表 So at father's side His father is Liam And Liam was also first national ace pigeon 他的爸爸呢就叫李亚姆 自身赢得了KB2B全能割网的冠军 Couldn't do less than his father So he won also the first national ace pigeon 雷尼青春于蓝胜于蓝 而且他自己也赢得了全国长距离的各方冠军 So also at the side of father He's a descendant of the golden reader Freddy 而且呢他的爸爸呢 这条线流淌着他的基础总攻 弗雷迪的血脉 因为里面有灰王子 所以爸爸等于说他的基础老品系 And his grandmother 雷尼的祖母赢得了亚金顿全国的冠军 And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that hand She was fertile until 而且呢他的祖母亚金顿全国赛的冠军 非常特别 他的祖母是07年出生 在去年23年 弗雷迪范西还用那只亚金顿全国冠军作语出来了一羽子弹 也就意味着他的祖母作语长达了16年的高龄 And we weren't surprised that she was so fertile from such a long time 雷迪说他其实并不惊讶 因为他的祖母是出自于苏巴龙亚伯配版了 这个黄金配对 苏巴龙的老品行呢 底子是巴塞隆那国际超长距离30的鸽子 所以这条线 他的寿命和生育能力非常之久 而且他的妈妈呢 直接出自于葛斯顿范德威尔原舍 OK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 这与雷迪的妈妈呢是弗雷迪范西和葛顿两个交换的鸽子 弗雷迪范西给了葛顿范德威尔原舍玩两语 然后葛顿给弗雷迪范西了两语鸽子 那他的妈妈就是其中的两语之一 So special You get it as a young birds 他说弗雷迪范西说 他得到这与雷迪的妈妈是又个小鸽子拿回来的 So the mother, the grandmother of Renée is Tia And Tia is a daughter of the 098 雷迪的外祖母就是Tia 她就是明哥098瑞克的超级一种侄女 所以雷迪的妈妈等于说是098的外孙女 So that's the pedigree So I think the pedigree from this pigeon is exceptional 所以他说这就是雷迪的血统表 他觉得雷迪的血统表是相当卓越的 现在请弗雷迪范西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语神奇的战将雷迪 这语雷迪呢是一个中号体型的熊哥 For a cock it's rather small 他说对于熊哥来说他是一个小体型的 He has a perfect body 他的伸颈结构非常的完美 平衡感极佳 And you see the muscles He stays in a top condition 这一语神哥一直保持顶尖级的状态 So 龙骨呢也非常的粗壮且长 The bones are very strong And very close 持骨非常的强壮且紧闭 He looks very small And he sees everything Everything who is passing Like the airplane he has now He has seen that 他说这语熊哥非常的聪明 总是动张希望的 你看 那虽然空中有飞机 他现在就要去看一下飞机 他总是在观察着周围 四周的环境 So and his nose is also very white And his nose is also very white And you can see 他的鼻子非常的雪白 He's always in a perfect condition And a very good health 所以表明了他状态极佳 而且他永远都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 那弗雷迪 你觉得从情感上来说 雷尼对你意义着什么呢 So from emotional What's the meaning of Rene to you It's very special Because 他非常特别 因为 I was so pleased with his result on Sujak Because he was flying the first national 他说我非常满意 雷尼在 Sujak 赢得了全国的最高分数 At that moment He had his coefficient On three prizes For the national championship 在 Sujak 全国成歌组冠军之后 他三场长距离赛 是歌王的系数极低 所以 Sujak 全国桂冠之后 他直接把这个 Solo没有再打比赛了 最终 他也融赢了 KB长距离成歌组的桂冠 He went immediately to the breathing loft Because we found it a very special pigeon 比赛完之后呢 弗雷尼凡 立即把雷尼拿到了种歌手 因为他觉得 雷尼是以非常顶尖级的种歌 他觉得很有一种潜质 So he had everything in him To become a great 他拥有的一切 都会使得他成为 以顶尖级的种歌 I do know nothing about pigeons But I feel 弗雷尼凡分析谦虚的说 我对歌子一无所知 但是他觉得雷尼 将会成为他歌手的 基础种歌 贯穿着整个歌手的 雪脉龙头 那就是为什么 我当时给你出了 十万欧元 你都不卖的原因吗 That's the reason why I offer you One million euro It's not for sale, right? It's not for sale Because it's quality Yeah 我说你不卖元 是他的品质吗 We want to play with pigeons And he will become the basic breeder of our love 他说我们想爱哥 我们想拿哥去打比赛 那雷尼拿会成为我们的基础主攻 You have confidence Yeah 我说你有信心吗 200% 200% 200% 他200% Super 当我上手雷尼的话 就是一个中等体型的熊哥 偏小 非常有活力 骨架硬朗 肌肉柔软 毛很好 身形非常的紧凑 但是他很有活力 所以他的柔韧性非常好 所以这就是我豪情引进 KBB大中距离歌王 亚军将会和雷尼合作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